由大陆财经杂志主办的第三届财经法治论坛 16号在北京发布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2012 并举行第四次司法改革学术研讨会 大陆多位法学专家和律师出席 学者指出大陆司法改革关键是要推动司法独立 让司法独立成为政治改革的突破口 学者并且提出撤销地方政法委 原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表示 要铲除司法不能独立的土壤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崔敏在开幕演讲中 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并指大陆的问题是党大于法 往往变成一把手专权甚至一把手专政 崔敏认为要推动司法独立 首先要撤销地方的中共政法委 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张明则表示 与其说是政法委控制司法 不如说是党委在控制 我觉得其实没有政法委他们也难以独立 党委一样可以控制司法 一样的不是说所有政法委 政法委实际上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权力 我觉得还是党委在控制 政法委对法制建设创独立是一个方案 但是其实他对于整个司法 或者是公检法这三个系统的操控 远远没有党委那么强 除此之外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毛守龙表示 他所了解的政法委还没那么强大 政法委实际上是一个协调机构 那么如何改变党在法上的情况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王建栋 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辛主张 让司法独立成为政改的突破口 他们认为 司法独立在政改领域带来震荡最小 可避免暴力革命 也可减少改革阻力 并且较容易达成共识 另外中国提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 特约研究员吴家祥指出 大陆目前的反腐败是羊汤纸费 要釜底抽筋 就要解决国家权力来源 如选举 不久前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分权 向社会分权 向议会分权 向法律分权 向法律分权就是还司法的独立性 彻底扭转目前 法院要受党的绝对领导这样的封建专制意识 李大同认为 现在中国政改的阻力 在于中共高层的第一考虑是 共产党能否永远执政 在目前共产党一党专制的制度下 财经论坛的学者们呼吁 司法独立 分权政治 政党政治 已经触及到共产党的底线 毛守龙表示 共产党不可能允许实现这些目标 不可能 不把你抓起来就不错了 中国政法大学的终身教授江平说 司法独立的提出只是第一步 最重要的是 要铲除司法不能独立的土壤 如果这样的土壤还存在 司法独立不过是无根之木 不能长久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赫卫方则指出 大陆司法改革过去十年 处于停顿的原因 是司法改革目标不清晰 宪政三权分立 司法独立都不让提 张明表示 中共现在这些不肯改革的体制 就是阻碍司法独立的障碍